Merry Paya 哇 今天没有跟水 我知道什么今天不能 今天没有跟水 那天我们蹲在这儿拍 然后那个风就呼呼往这边吹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是拿着我们的赞助商 无忧相机租赁的莱卡Q 给大家做一期室外的夜景人像实拍 如果你想拿着莱卡装逼 但是兜里又没有那么多钱的话 那么就赶紧扫描拼上这个二维码吧 就算压着证件只租一天 也绝对赚回本的 完全背光的黑的 首先像这样背光的拍摄 人物的面部曝光肯定是不够充足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起手机来进行补光 虽然说拍出来的光线阴影比较硬 但是总比拍出一个包整好不少吧 不过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莱卡相机的自动白平衡比较迷 如果你不是拍摄Rogue式的话 后期调整起来会比较麻烦 这台相机的白平衡不好 回去可以调 而且逆光的情况下 自动对焦也不是非常的利索 甚至在不逆光的情况下 也会有一定的几率 在失焦的情况下给出合焦提示 不过这个时候焦外的光斑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来卡Q这台相机搭载的是一个28mm的定焦镜头 它的视角相比于50mm的镜头来说会要更广一些 所以像这种节日活动现场拍摄的话 你的背景控制起来就非常的不容易 可以看到这几张照片画面边角部分的路人非常的多 对整体构图的干净程度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拍摄角度 或者是用被摄对象庞大的身躯来挡住这些路人 避免这个问题 不行吧 嗯 骑马堆上焦了 这是要求你这么低了 对 快快快起来了 又来了快快快快快 看过去 过去过去 快快快 真的脸 好痛 拍摄出来的照片如果感觉脸太大 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这颗镜头呢是28mm角度偏广 所以会产生严重的透视变形效果 在拍摄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 尽量把人物的面部放在画面的中央位置 这样的话变形效果就会轻微很多 看起来比较正常 像这种背光的情况下 如果不使用手机进行补光的话 我们也可以随身携带一个反光板进行补光 由于它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获得很柔和的光线效果 也可以在眼睛中间形成非常漂亮的眼神光 啊好可爱啊 这个也好可爱啊 对 快快点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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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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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好笑 不过在大风天使用的时候呢 它会非常的兜风 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持握姿势 不要扇到被摄对象脸上 使用广角拍摄人像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走的离被摄对象更近一些 并且选择一个不太可能有其他路人出现的地方当作背景 这样的话我们的画面就会干净很多 啊好看 啊好可爱啊 卡机了 每道卡机 是这样 莱卡都看呆了 对的 莱卡有时候来劲的时候确实有点卡 哎 哎 你都不用蹲下 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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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击 哈哈哈哈 好贱啊 哈哈哈 莱卡Q这台相机呢也配备了一个触摸屏 所以回放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手指触摸移动来检查对焦点 但是我个人感觉这个移动流畅度非常的差劲 用起来不是很爽 当然他也提供了一个可以使用触屏来对焦的模式 熊熊裤子掉了 哈哈 他一直在提裤子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你看 哈哈哈哈 每次拍摄之前呢必须要重新点按屏幕 否则只是办按快门的话 他不会重新对焦 所以我个人感觉使用起来非常的怪 跟其他的相机不一样 啊好好看啊 啊好好看啊 好好看啊 他看 就他提着裤子 哈哈哈哈 他一直在提裤子 他好好笑 哈哈 他真的就是在提着裤子 哈哈哈哈 你觉得是你 你是卖鹿角的 你们这是 在哪里买的 网上买的 知道是吧 好好看 所以买这么多头饰走在路上 非常容易被人误 或者也可能国立老师长得就像一个小商贩 你看他手机在哪里吧 这是谁的 是我的 发手机 发手机的 这是你的 哈哈哈哈 我的呢 你往哪刀呢 哇擦擦了 像一般的夜景拍摄呢 如果我们不能够主动制造光源 那就必须要在现场去寻找能够照亮人物面部的光线 啊这张好好看啊 对啊 这好可爱啊 被自己闻到了 比如说像这边纵横交错了多个灯棒 它就是一个光线非常强 面积非常大的 很棒的光源 所以在这边拍摄的话 我们只要使用反光板来进行必要的补光 反射背景的光线来补充人物面部的光照 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拍摄出光线质感非常好的照片 而不是排着队去等一个光线环境非常差的地方当背景 这里面有啥拍的吗 啊 好丑啊里面 它的侧光因为它后面太亮了 嗯 可以 而且调亮了 不过在背景光源非常亮的情况下呢 莱卡Q的测光系统呢 我感觉不是非常的准 好可爱啊 哦 这样 哦 要这样 这样 所以后面几张照片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曝光补偿呢 网上打的比较多 啊好可爱啊 我怎么那么可爱啊